七大生命禁区的主人有多恐怖 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 北斗星域作为遮天宇宙的终极副文 此地不仅囊括了历代古之大地的安息之地 更是存在着令宇宙万族为之恐惧的七大生命禁区 所谓的生命禁区 实际上正是古代之尊们的栖息地 这些古代之尊为了等到成仙路开启 争夺仙源 从而选择自展修为 将自己封印在仙源当中 由于大地强者无法被自封在仙源内 因此自展修为后的古代之尊们 已然没有大地的境界 他们的修为跌落至黄道极尽 相当于另类成道的准地九层天大圆满修士 不过这些古代之尊们的战力 却要高于绝大多数另类成道的修士 他们甚至抬手便可震杀准地九层天的强者 必要之时 古代之尊们还可以吸收宇宙万族的生命精华来补充自身 由此实现极尽升华 短暂取回大地战力 因此每当生命禁区中的古代之尊现实 往往标志着一场惊天灾难的发生 而宇宙万族 已是将这场灾难称之为黑暗动乱 生命禁区中的古代之尊 则是黑暗动乱的发起者 1.荒谷禁地 在其他生命禁区当中 唯独有一个禁区从未爆发过黑暗动乱 此地正是由荒主作证的荒谷禁地 荒谷禁地内并没有自斩一刀的古代之尊 尤其只有仅仅两任荒主作证此地 荒谷禁地的第一任荒主乃是大臣圣体 要知道 荒谷年代的人族很长一段时间 都身处在没有大帝守护的黑暗时期 然而就在此时 却接连有九位荒谷圣体大臣 他们靠着自己足以媲美大帝的实力 庇护着整个人族 而第一任荒主 正是九位大臣圣体之一 这位大臣圣体 哪怕步入晚年之时 先台逐渐开始崩溃 他也没有吸收宇宙万族生命煎华来滋养自身 虽说后续第二任荒主 帮助大臣圣体度过了此生最大的难关 只可惜 在后续的黑暗动乱当中 大臣圣体 还是与长臣天尊同归于尽 而荒谷境地的第二任荒主 正是狠人大帝 狠人大帝 将自己的肉身留在荒谷境区内 参悟长臣之道 他的道国小楠楠 则是陪伴着叶凡在红尘中历练 等到叶凡成帝八世以后 狠人大帝才成功参悟长臣之道 令自己的几世肉身合而为一 继而成就了红尘仙果位 后来 狠人大帝更是随着叶凡 一同前往仙域 未来狠人大帝 更是靠着自己的才行 一举成为了三帝之下的第一人 二 太出古矿 太出古矿 作为自乱古纪元所遗留下来的境地 其中的先缘可谓是数不胜数 因此 隐藏在其中的古代至尊也是最多的 其中便包括了 七陵古皇 雀皇古皇 万龙皇 黄金古皇等古代至尊 而太出古矿真正的主人 实际上乃是身为地府巨头之翼的狮皇 世皇生前本是乱古纪元的至尊 他死后 由师生正道成帝 实力 各位是无比强大 世皇在晚年之时 选择了离开地府 入主太出古矿 此后的岁月中 世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黑暗动乱 毒露了无数生灵的性命 直到叶凡崛起 平定太出古矿进去之时 世皇才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原本世皇打算利用 灵宝天尊的杀剑正途 将叶凡正杀 这事令世皇意想不到的是 早有准备的叶凡 不仅破解了杀剑正途 并且他还带来了 地府的创始者断德 由于世皇不愿自己 被主掌轮回的断德化为战奴 因此 千者主动选择将 自己体内的轮回影打出 这也导致世皇的战力骤然下降 从而被天庭众人击杀 随着世皇的陨落 他出古矿 也从此被叶凡所平定 上舱乃是一处 隐匿于虚空中的奇异之地 由于上舱先缘同样种多 因此此地中心 并拥有类似于九龙拉关中的神异 其中的仙气 能够让时间流速放缓 并且给予人生机 不至于过早衰败 而上舱之主 正是赫赫有名的无敌者大鹏皇 大鹏皇 是由一只精尺大鹏正道而来 此人凭借着自己的地边黄金绳边 上可击杀神明 下可正杀魔王 巅峰时期 可谓是永贯天下 神威不可挡 只是到晚年之时 大鹏皇还是选择自斩一刀 入主到上舱当中 直到后续 与叶凡准备荡平生命禁区之时 大鹏皇这才选择出世与其一战 纵使大鹏皇 利用灵宝天尊的杀剑阵毒 打算正杀叶凡 可千者最终还是被叶凡深生撕裂 四 仙灵 仙灵相传 乃是乱古时期遗留下来的诸仙灵园 此地埋葬着诸多争仙 这些争仙永落后所残留的生命禁忌 让仙灵成为了一处绝佳的生命禁区 而陆主仙灵的古代至尊 无人可比 不过纵然如此 者自秘也无法为长生天尊续命 因此 长生天尊到晚年之时 只好自斩一刀 折伏在仙灵中 直到帝尊出现 长生天尊 这才选择出世帮助帝尊成仙 不过同为无上天尊 长生天尊也要成仙 他不甘心成为他人成仙路上的基石 因此 在被死帝尊以后 长生天尊便继续回到仙灵折伏起来 后来 长生天尊接连发动了几次黑暗动乱 一直坚持到成仙路开启 只可惜一代天尊 最终被大臣圣敌以命换命 5.神虚 神虚本是古天庭破碎坠落后 产生的神秘景区 此地所残余的生命精气和先缘 同样令诸多古代至尊 甚至是不死神妖入主其中 而神虚真正的主人 正是神虚之主 神虚之主巅峰之时 乃是一位盖世强大的大地强者 只不过到晚年之时 他却选择自斩一刀进入神虚 未来神虚之主 也曾多次发动黑暗动乱 直到成仙路开启 只是令神虚之主意想不到的是 为了阻止古代至尊 发动黑暗动乱 叶凡等人竟挺身而出 与古代至尊一战 在这一战中 神虚之主的对手 致使修为无限接近大地的盖九幽 为了能够搏杀古代至尊 盖九幽甚至借助鲜火点燃自身 最终靠着鲜火的帮助 盖九幽也是成功与神虚之主 同归于尽 6.不死山 不死山 那是宇宙本源的先徒之一 其中所蕴含的生命精气 可谓是难以想象 虽说不死山外表看似毫无生命气息 但最深处是一片世外桃源 纯净而自然 而建立不死山之人 正是古代至尊石皇 石皇本是一位圣灵 后来他摆脱了石态的桎 真正做到了极尽升华 最终成功成当 成为了一位皇级高手 直到石皇晚年之时 他才不得以自斩一刀 入住不死山中 未来的日子里 石皇也成为了发动 最多黑暗动乱的古代至尊 后续第一次成仙路开启之时 石皇靠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侥幸从狠人大帝手中逃过一劫 不过等到非先行成仙路开启时 叶凡果断与石皇清算一切 并将其斩杀 7.轮回海 轮回海乃是上古大帝收集枯海 所铸就的一方世界 其中蕴含着无量元气 和充盈的长生物质 久而久之 此地便成为了古代至尊 所自封的生命禁区 而轮回海真正的主人 正是轮回之主 轮回之主天风之时 同样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的一生纵横天上地下 从未遇到真正的对手 即便是在昔日地露争风时 轮回之主也是一路横扫而过 强势成地 不过轮回之主晚年之时 他却选择了自斩一刀 进入到轮回海中 与其他古代至尊一样 轮回之主在发动了诸多黑暗动乱以后 终究还是熬到了成仙路开启之时 只是让轮回之主意想不到的是 在几家血脉的召唤之下 虚空大帝竟然短暂的重现世间 最终虚空大帝以命换命 成功将轮回之主斩杀